惠州 惠州 惠民之州 中国惠州 宜清园 五大标准 方德好茶 好茶就在宜清园 金门酒厂 两岸驰名 进步的力量引领时代活力 新思维 新服务 互发银行 东游长白山 上雪 滑雪 泡温泉 休闲养生地 大类长白山 草原啤都 乌南茶布 中国家访敌石桥 江苏 海门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津津到家 吉祥如意 亚萨何来盼盼 强强联合 打造卓越品质 中国海间钓鱼岛巡航编队 今天继续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美国国务卿与日本外相举行会晤 称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上付持立场 承认日本有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 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双方仍在对峙 遇难人数说法不一 首批获救人质抵达阿首都 西藏阿里地区遭遇特大暴风雪 多处路段受阻 华北从今天夜间将人来明显降雪 春运抢票进入白热化阶段 抢票插件使订票成功率大幅提高 备受青睐 工信部叫停引发争议 中国预警机40年跨越西方水平 记者探访预警机试验现场 今天是中国传统腊巴节 各地民众熬腊巴粥做腊巴饭 为新的一年祈福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2013年1月19号 中国海间1372326船编队 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2013年中国海间钓鱼岛 巡航编队 已经开展过数次巡航 此前的1月7号 中国海间512666137船编队 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另外去年的12月31号 中国海间512船 顺利抵达中国钓鱼岛海域 开展维权巡航执法 对发现的多艘日方船只 进行维权喊话和监视取证 宣示了中国政府 对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 和海洋权益 并在新年第一天 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自日本政府宣布 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以来 中国海间执法编队 在钓鱼岛海域 已经开展了连续5个月的 例行维权执法巡航 新华日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19号就日本首相 发表对东盟政策谈话 答记者问时说 我们希望日本顺应历史潮流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为亚洲的稳定和发展 做出努力 秦刚说 我们一贯主张 尊重本地区的多样性 各国和平共处 和谐共存 开放包容 共同发展 在领土海洋争议问题上 我们一贯主张 有关当事国 通过双边对话磋商 和平解决有关问题 这也是地区各国的共识 当地时间18号 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与到访的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 在华盛顿 举行了美日外长会谈 双方确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将于2月的第三周 访问美国 并与美国总统 奥巴马举行会谈 会晤结束后 美日外长召开了 联合记者发布会 双方表示 在会谈中 他们就巩固 美日同盟关系 驻日美军 普天间基地搬迁 日本加入TPP 等议题 进行了讨论 但双方未透露 是否就相关议题 取得实质性进展 希拉里表示 美日双方在会谈中 谈及了钓鱼岛问题 希拉里重申 美国在钓鱼岛的 最终主权上 不持立场 美方希望看到中日两国通过和平对话 解决钓鱼岛争端 他同时表示 美方承认 日本有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 美国反对任何破坏钓鱼岛 目前管理状态的单边行动 那细心的观众刚才也许会发现 希拉里佩戴眼镜 这一细微的变化 那希拉里是否是因为视力下降 而戴眼镜 目前难以考证 不过不久前呢 一份美国杂志就披露说 现年65岁的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头部的血栓 可能会对她的视神经 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有失明的危险 医学专家马修斯指出 由于希拉里经常花大量时间 乘坐飞机 她的一条腿上 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 深层的静脉血栓 而这个血栓 可能会游走到她的大脑附近 血液凝块 可能造成视神经受损 希拉里·克林顿 将于本月晚些时候 卸任美国国务卿一职 美国总统奥巴马 已提名民主党参议员 约翰·克里为她的继任者 来关注阿尔及利亚 气填人质劫持事件的最新进展 武装奋死与阿政府军的对峙 今天进入到第四天 目前武装分子仍然聚首一处地点 并扣押了多名人质 有关这起劫持事件的遇难人数 目前是说法不一 从十几人到三十人不等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已经有三十名人质 在解救行动中遇难 此外仍然有约三十名外国人质 下落不明 阿官方18号称 阿军方在此前一天的解救行动中 打死18名武装分子 共救出了650名人质 其中包括573名阿尔及利亚人 与此同时 首批获救人质 18号晚上抵达阿首都 一个极端组织的武装分子 16号在阿东部的一处天然气填 设施内劫持了大批人质 阿军队17号是动用重武器等解救人质 造成了大量人员上亡 阿尔及利亚内障部长达胡乌尔德 卡布里亚说 阿尔及利亚这起人质危机的幕后指使者 是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 血色赢的头目 穆赫塔尔贝勒穆赫塔尔 那么穆赫塔尔究竟是谁 为何连法国情报机构 也把他形容为抓不到的人呢 穆赫塔尔贝勒穆赫塔尔 1972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南部沙漠地区 自称在阿富汗作战时受伤 一直眼睛失明 得名毒眼 穆赫塔尔曾宣誓效忠基地组织 他声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曾会晤过本拉登 此后穆赫塔尔在阿尔及利亚 加入了伊斯兰武装组织 并成为基地组织北非分支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头目 该组织也是最有钱的基地组织分支之一 穆赫塔尔据信与多起人质绑架事件有关 其中包括2003年32名欧洲游客遭绑架事件 2007年穆赫塔尔因为与10名阿尔及利亚 海关报官经纪人被杀事件有关 被缺席审判 判处终身监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利比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2011年穆赫塔尔在利比亚待了几个月 寻求与利比亚的圣战组织的合作 并寻找武器来源 上个月一段长达28分钟的穆赫塔尔视频曝光 他在视频中宣布成立血色营 并声称要打击西方在北非的利益 虽然血色营声称 这次劫持外国人质是对法国出兵马里后 阿尔及利亚政府允许法国战机飞越其领空的报复 不过有分析指出 这次袭击明显是精心策划的 策划时间肯定要比法国出兵的时间更早 这起人质劫持事件的发生至今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事件的进展 更多的细节是逐步浮出了水面 外界逐渐勾画出这起劫持事件的前后经过 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疑点难以解释 制造劫持事件的极端组织声称 此次劫持人质旨在报复法国对马里北部极端组织的空袭行动 但分析认为从法国11号宣布出兵马里至今不过一周多的时间 这起人质事件计划周响 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实施部署 16号凌晨 武装分子潜入阿境内 首先袭击正接送外国工作人员的巴士 随后攻入发生人质劫持事件的天然气田设施 在外界看来 该处设施位置偏僻 主要通道方向由阿政府军把守 设施内防御攻势也予以强化 武装分子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易的突破防线 进入该处设施 存在不小的疑惑 目前最大的疑惑莫过于 阿军队何以会在全然无法确保人质安全的情况下发动突袭 阿官方称 因担心武装分子撤离阿尔及利亚国境 于17号下午派直升机等实施打击 据目击者称 武装分子车队的五辆车中有四辆被炸毁 难以想象这到底是一次解救人质行动 还是单纯以打击武装分子为目的的军事行动 再就是始终难以确认的人质伤亡信息 这其中固然有一些外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的考虑 但阿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 即便是在其内部也难以统一 仅从阿安全部门传出的就有多个版本 对这起人质事件处理之混乱也可见一斑 法国国防部1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法军在马里行动的最新进展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看 法军和马里政府军的进展比较顺利 据了解马里政府军目前已经夺回中部重镇科纳 基本上解除了反政府武装对首都巴马科的威胁 法国军队则包围了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中部要地贾巴利 并切断了贾巴利的补给线 截至18号法军已经在马里部署了1800名军人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 法军没有为自己在马里的军事行动确定期限 将持续必要长的时间 法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法国意在通过在马里的反恐战争 来恢复其在非洲传统影响力 马里战事打响之后 本台记者随即赶赴到马里 有关马里局势的最新情况 马上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赐晓宁 你好赐晓宁 你好梦头 你好 那目前马里的首都的局势如何 有没有受到其他战事的影响 是这样 我先来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刚刚得到信息是说 法国在马里的部署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 那么法国的国防部长也说最终有可能法国士兵会超过2500人 原先目击的人数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另外我现在就是在首都巴马克的街道上 这是一条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街道 我们今天中午也到那个马里首都巴马克的市区看了一下 一切看起来还算比较的平稳 这样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 那么在首都巴马克周边一些主要的干道上 马里的军方已经布置了很多个检查点 然后为的就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入巴马克来进行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之前就在几天前在贾巴利这个地方 曾经军方逮捕了几名协议分子 他们是持有非法的证件 而且是很有可能军方判断是说 是恐怖分子化装成乔民想进入进行恐怖袭击事件 关于巴马克的局势大致就是这样的现在 好的谢谢孙晓宁来自马里首都巴马克的最新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朝中社19号报道 朝鲜近日举行了内阁全体扩大会议 总结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 贯彻落实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新年致辞中提出的纲令性任务 会议指出今年内阁的中心任务是 扶持煤炭工业金属工业 即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先行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 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实现生产建设飞跃 建设经济强国给人民生活带来决定性转变 会议提出完成目标方案并通过相关决定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013年新年致辞中指出 要制定决定性的措施扶持煤炭电力金属和铁路运输等 国民经济先行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 把经济建设成果反映到人民生活上 使人民能得到更多实惠 要在经济建设中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不断改善经济管理方法 另据韩联社报道 美联社副社长约翰·达尼谢夫斯基18号说 他于1月14号到17号访问了平壤 并与朝鲜中央通讯社共同讨论了美联社记者 常驻平壤的相关事宜 达尼谢夫斯基说 朝鲜可能将允许更多外国媒体进驻朝鲜 希望能在海外舆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对手机入境有着严格的管控 禁止外国人携带手机进入朝鲜 但是从本月初开始朝鲜放开了这一限制 不仅允许外国人写手机入境 而且还可以在朝鲜享受到移动通讯服务 来看本台记者带来的最新消息 到过朝鲜的人都很清楚 在朝鲜海关有个避检项目就是手机 无论是常驻朝鲜还是短期访问 都必须要把手机寄存在海关 由朝方代为保管离境之时再取回 这让许多外国人在朝鲜的通讯变得十分困难 但是从今年1月开始朝鲜放宽了这一限制 除了海事卫星电话等特殊通讯器材以外 一般的手机都可以携带入境 包括带有GPS和FM功能的手机 只需要在入境时填写一个登记单 现在呢造访朝鲜的外国人 拿着自己的手机一走出朝鲜的海关 就能够在这个后机大厅里看到 两个非常醒目的印有手机的广告牌 广告牌下面呢就是朝鲜的手机运营服务商 高利电信的一个服务台 在这里只要你的手机是3G的WCDMA的手机 那么就可以办理在朝鲜的移动通讯业务 这样呢过去一旦到了朝鲜 就与外界中断了一切手机通讯的 这样一个情况将成为历史 一去不复返 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 王小摩院士 是中国预警机的开拓者和电机人 60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 预警机空井2000 飞过天安门的场景 很多人可能还有印象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一起走进 空井2000诞生的地方 预警机试验现场 今天是星期六 但是在预警机研制的现场 依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这个模拟座舱用来测试战斗机 和预警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功能 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 预警机会把通过雷达获得的目标信息 传给战斗机 这样预警机能看多远 战斗机也就能看多远 在整个预警机的结构当中呢 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这个蘑菇形的大天线 而实际上在空井2000上的天线呢 多达100多个 这使得空井2000不仅具有世界领先的探测能力 同时呢它也是世界上功能最齐全的预警机 咱们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这不是我们中进目标 咱们最大的一个目标 把我们预警机变成国际顶线 我们是跟敌人在对抗 那我们呢也要看敌人动向在做什么 毛和顿的这个斗争啊是永无休止的 西方预警机发展历程长达近70年 而中国人用了40年就完成了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 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带队掌机是空井2000预警机 2009年当空井2000预警机掠过国庆阅兵现场的时候 世人都为中国预警机的航空出事而震惊 包括美国人自己也讲说我们现在的两型预警机 比它的两型预警机要拧先一旦 作为进行战场监视和指挥的特种飞机 预警机的身影几乎出现在所有局部战争的战场上 1982年4月 以色列空军突袭叙利亚的防空导弹基地 由于被以色列预警机死死盯住 一天下来叙利亚损失了86架飞机 而以色列人没有损失一架 令全世界轰动 17年后预警机再次飞临战场 使北约和南联盟的空战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预警机从1945年开始发展 那么到现在快70年了 一方面全世界已经有270多架的装备 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功能性能也越来越强大 在目前的这种体系作战的条件下 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核心了 再来关注天气 今天上午四川八中南疆遭受了入冬以来最严重的大雾天气 省道101线陈家山路段 能见度只有大概5米左右 由于能见度极低 多条山区道路无法通行 云南广昆高速公路部分路段 今天上午也被大雾所笼罩 最低能见度不足20米 最高能见度也不到50米 而北京在享受了短暂的晴朗蓝天之后 雾霾又杀了回来 空气质量达到6级严重污染 不过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北京地区从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将出现一次中到大雪的天气过程 此次降雪天气有利于改善空气质量 另外西北华北黄淮北部等地从今天夜间开始将会迎来明显降雪 其中山西中北部 河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雪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阿里地区特大暴风雪的最新进展 从17号开始到现在 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泽地区南部持续强降雪 其中阿里地区的普兰县出现特大暴雪 降雪量已达到53毫米 积雪深度48厘米 受此影响国道219省道207多处路组组 本台记者陈勤昨天晚上从拉萨出发 赶往1000多公里外的普兰县 目前已经行进了700多公里 到达了日喀泽地区萨嘎县 我们来看它发挥的现场报告 现在我们是在距离萨嘎县 还有70公里的国道219上 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赶紧各互联网公司的抢票插件 不少急于买火车票的人就要问了 如此便利的软件为何叫停呢 正值购票高峰 铁路部门采取了多项便利措施 但是依然无法满足极具扩大的需求 一些互联网企业推出的抢票插件 因实面式十分火爆 抢票插件的原理就是将购票网站上 原本需要手动填写的个人信息 手动刷新的页面操作自动化 根据推出这类软件的企业介绍 浏览器推出的春运抢票版 内置12306订票助手插件 可以自动刷票 来票提醒 一键订票免排队 一分钟内可轻松完成查票 订票和下单 大幅度提高了订票成功率 就目前而言 我们觉得我们所做都是一切在合法 合情合理的范围内 为我们的网民提供了一个真正能够 让他们买到火车票的一个工具 仅此而已 根据介绍 金山公司推出这款插件之后 通过这款插件订票的用户 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人次 不过根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 工信部已经正式下达通知 要求停用抢票插件 12306网站也已经采取措施 开始封堵一些浏览器抢票插件 目前已经有一些浏览器的抢票插件 不好使了 大量使用的是实际上是大量消耗了 我们网站的这种系统资源 也影响了网站的稳定运行 12306网站工作人员认为 抢票插件极易被植入木马和病毒 进而威胁个人的信息安全 甚至资金安全 不仅消耗网站资源 造成拥堵 也破坏了其他人公平和公正买票的权利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这个设置了一条像这个城市一头 我设置了一个步行街 那人们从这一团 这一头到那头 都是步行过去的 那你偏偏要骑个自行车 或者开个汽车 比别人走得快 这样的话 整个的这种游戏的规则和秩序就被打破了 对于网络抢票 有许多网友表示不公平 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插队 会让没有上网条件和上网技术的人 购票变得难上加难 部分抢票插件运营者称 现在正在和铁道部沟通与协商 并且表示 愿意为铁道部购票网站 提供一切有必要的协助与支持 一起为中国民众解决购票难问题 如果1236铁道部认为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一切的技术与资源的支持 帮助中国的广大网民 能够顺利的买刀票春节回家 有不少人认为 既然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回家过年 工信部与协商方 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今天是中国农历腊月初八 也就是传统的腊八节 这一天北方有熬腊八粥 南方做腊八饭的习俗 到了腊八就离农历新年不远了 一大早在长春街头 号称东北最大一锅腊八粥正在熬制 这锅腊八粥里有16种配料 足足有七八百斤重 虽然今天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 但吸引了大量市民排队品尝 我刚才看的东北最大的一锅 觉得挺惊奇的 每年腊八节 杭州林影寺都会准备三十多万碗 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赠送给市民游客 从今天凌晨五点多开始 林影寺已经开始派发腊八粥 早上不到七点 寺庙内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 中国喝腊八粥的习俗仅书面记载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每逢大月初八 北方人用黄米 白米 核桃仁 红枣等主粥 用以庆祝丰收 祈福来年吉祥如意 因地域差异 南北腊八粥也有所不同 北方以甜味为主 而南方则有腊肉 腊鱼 以咸味为主 在古代美逢腊八 不论是朝廷 官府 寺院 还是黎明百姓家 都要做腊八粥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昨晚20点42分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 发生里市5.4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15公里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已先后发生余震两次 无人员伤亡 仅一人受伤 震中及附近区域 有较多基础设施 和房屋受损 初步统计有3000多户房屋受损 1万多人受灾 上海市1月份 私车额度拍卖结果显示 最低中标价为75000元 比上月大涨6100元 据分析 临近春节进入车市传统旺季 购车过年的消费愿望强烈 加上上海车牌累积的需求 有待释放 本月度投放额度又有所强低 导致车牌拍卖价格大幅上涨 最近在浙江神海高速上上演惊险一幕 监控视频显示 这辆乡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 左后轮胎突然从车体弹出 在空中连续翻滚后 垂直跌落在第二行车道上 后方车辆纷纷避让 其间有两辆微化品车 挤拐避让 很是惊险 没过多久 不幸发生了 这辆越野车在第二车道上快速行驶时 直接撞在了轮胎上 搬了个跟头 静止滑向路边 经交警调查 轮胎飞出是因为 乡式货车的轮骨断裂 越野车也因碰撞受到重创 索性无人员伤亡 大陆网购付费平台支付宝 公布去年消费排行 前十名台湾就占了四名 其中加一民众显示出 惊人网购消费力 每人平均消费32.5万元新台币 名列台湾地区网络消费力第一名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 稍后是今日关注 观众朋友再会 中国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首次授予军工专家 中国预警机之父 十年打造九个世界第一 预警机如何扮演千里眼 和空中指挥官角色 谁能成为中国航母的舰载预警机 歼15空警2000亮相之后 大型运输机运20呼之欲出 中国如何拉开战略空军的大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